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熊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的第二十三期 从今天这期开始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view.js的组件 因为以前我介绍过 应该是在我的第六课当中 介绍过组件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因为组件在view.js里面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涉及的知识点比较多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把组件的各个方面再做成视频介绍给大家 我觉得一期视频做不完没关系 咱多做几期对不对 好那咱们先看 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 就这了 组件 然后今天的内容叫做基础的基础 就是说今天这期想学组件 那就看这期对了 它是最基础的基础 没有比它再基础的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知识点就是一个组件 大家请看 这有个英文叫做什么 component 不是英文发言还行 component 就是说组件 CUM 知道这个 以前做过C++编程 朋友应该知道 COM组件 或者叫什么 一般都叫COM组件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组件 不过一般在C++中指的都是DL 比较多 在咱们页面开发过程中 它指的就是页面的区域功能 换句话说 是可视的 好 接下来 还有一个叫做Portalite的概念 这个是前两年在网页开发的领域 有一个叫做门户的概念 Portal Portal是指的页面的入口 或者说叫做网站的入口 然后你通知入口进去之后 这个页面 这个网站给咱提供了很多的功能 每一个小功能就叫做Portalite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门户网站的概念 好 组件就是这样 咱们再看一下我对它的定义 组件 它就是页面上的一小块区域内容 这个我在前几期讲过 应该是完全一样 我应该是口碑过来的 好 完成一个小的页面功能 比如说天气预报 对吧 天气预报是在每个画面中可能都要有的 而这个取天气预报的逻辑又都是一样的 那么咱们就应该把这样的类似功能做成一个组件 具体的 大家请看 请参照第六课 关于组件的定义 第六课 我应该给大家有一个示意图 应该对于组件的理解比较方便 比较容易理解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组件的基础的基础的一个综合力 首先 今天这个例子 我想是这样 给大家定义一个组件 可能说这个叫组 这个网页开发领域叫组件 非常难理解 那咱们叫什么 咱们叫做Tagger行不行 叫做标记行不行 就是说 我自己为我自己定义一个HTML的标记 这样说就好明白了 咱不叫组件了 咱们叫标记 大家请看 今天的天气 这么一个标记 在咱们标准的HTML5里面是没有的 有谁见过 请告诉我 他没有对不对 那咱们给他定义出来 这个东西在view.js里面就叫做组件 非常简单 就是自己定义标记 好 咱们定义完今天的日期 TodayWiser这个标记之后 咱们该怎么实现它呢 大家请看 下面有 首先 有一个view.component 就是说我为view这个对象添加 或者说生成一个组件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就叫做组件名 或者说叫做Tagger名 Today-Wiser 一般我推荐大家使用这种 这个应该叫做匈牙利命名法 是吧 就是说一个单词 加个斜线 不是斜线 加个减号 然后再跟下一个单词 这样增加咱们代码的可读性 如果说咱们这个组件名很长的话 而且还没有这个减号分割 我的天哪 这读得起来跟天书一样 读不懂啊 所以说推荐大家使用这种方法 每个单词之间 用一个减号分割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组件的内容 这非常简单 内容就是这个template 模板 template 模板啊 我这个 有这个英语发音 有点太日语化啊 好咱们看啊 这个模板内容 就这么一句话 DNV 这个DNV是标准的 HTML5的标记 这个没办法了吗 对不对 然后咱写什么内容呢 今天下雨出不去了 干什么呢 看YouTube吧 这个其实是 说几题外话 这个其实是 现在YouTube 一个非常有名的YouTuber 他的一个 这叫什么 叫Hikakin 他呢 自己呢 因为他是YouTuber嘛 他是通过这个YouTube 做视频赚钱 所以呢 他呢 就为这个YouTube 写了个歌 叫做YouTube主题歌 这个呢 是他的YouTube主题歌的第一句啊 今天下雨 那么大家都出不去了 那干什么呢 一起和我看YouTube吧 就这个意思啊 好 这是题外话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组件的封装 非常简单 组件的名叫做今天的天气 Todayvisor 这个组件显示什么内容呢 就显示这么一个DIV的这么一句话 好 但是注意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咱们是在做一件什么事 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说 咱们为这个页面注册一个组件 注意 注册组件的逻辑 一定要写在咱们这个APP的声明之前 你说我把它写下之后行不行 这不行 那这个组件是不生效的 这是一个注意点啊 好 咱们声明完组件 或者说注册完组件之后呢 咱们再定义咱们这个页面的APP 这有一个表达式 叫做MyAPP 就是这个地方 他们俩呢 一一对应 好 这个例子呢 应该是就这么多 它会显示在页面什么内容呢 应该就是这么一句话 好 咱们拷贝一下 看看是不是就像这么一句话 稍等 好的 拷贝完之后 咱们运行一下 今天是第23克 23克 好 咱们点击这index 大家请看 页面内容出来了 今天下雨出去了 干什么呢 看YouTube 咱们看一下页面的 VoM Doom结构 大家请看 这是DV DV里面呢 是DV DV下面 再套DV 今天下雨出不去了 这个 其实并不是咱们 Todayweiser内容 是咱们view点 JS隐形 看到Todayweiser 它呢 会把Todayweiser的 这个组件的内容 或者叫做组件的模板内容 渲染过来 那换句话说 在咱们页面解释完之后 咱们看到的 这个地方 并不是Todayweiser 而是Todayweiser里面 模板的内容 今天下雨出不去了 干什么呢 看YouTube吧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非常的简单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因为这个组件的内容 设计的支点比较多 我呢 准备分几期 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今天呢 是第一期 讲解呢 是组件的基础的基础 希望您呢 能够听明白 然后呢 今天我的代码呢 放到了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供您下载参照 那今天这个视频 也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